京都国际电影节2020颁奖典礼10月17日隆重举行 旨在表彰对日本电影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电影人的穆爷省三奖 由今年去世的著名电影制作人大林宣言获得 专门颁发给活跃于国际荧幕的优秀演员的三船敏郎奖 由79岁的老戏骨小林忍氏获得 受疫情影响,颁奖仪式通过直播形式进行 京都是日本电影的重要摇篮之一 始创于2014年的京都国际电影节 旨在弘扬与传承传统文化艺术 充分展示日本及全球电影文化的多元魅力 大林宣言1938年出生于广岛县 1960年开始电影生涯 2020年4月10日大林宣言因肺癌去世 享年82岁 著名导演编剧《中导臻夫》代表审查委员会 阐述了把牧野省三奖授予大林宣言的理由 当了半个世纪的电影人的大林宣言 起初路途并不平坦 1977年当电影《House》上映时 他的导演之路才真正打开了 大林宣言的作品根植于他战后的经历 甚至去年他的一作《海边电影院》的主题 依然是回顾战争一世为鉴 《小林忍世》1943年升于河河山县 曾凭《铁道员》获得第23届 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男配角 注音导演编剧《澳山河游》代表审查委员会 阐述了把三船闽狼奖授予小林忍世的理由 在《海边电影院》里 小林先生扮演了将要进行最后放映的 放映济世的角色 善良和坚强有理极表 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通过神情而存在 不是用台词来表达的演艺方式 在日本现今男演员中很难看到